台科大學生利用科技專業結合傳統鼻笛,以紅外線光感觸碰方式,再透過程式模擬出鼻笛發出的音樂,並設計成暗房,讓使用者以沈浸式感受,體驗鼻笛發出聲音的傳遞更震動。 這是台科大原汁中心周竹成果展,不只有靜態展覽,原名周擺攤,風遞工坊,樂舞演出,還特地前往阿里山達邦部落與特富野部落,踏查部落傳統生活文化。 這也是給予一個反思,因為台湾祖結婚都很誇張嘛,而且重點是他後面都有一個大會舞的環節,現在因為方便,都變成有一個駐台歌手,或是音樂老師, 就是鍵盤這樣子在配這樣,在唱,然後下面就是一直走八步這樣,可是我覺得很可惜的是,我們自己一定也有我們自己的歌也會唱,是不是可以把那種東西帶回來。 其中身為周竹的安元文,從小在都會長大,沒有參與過部落事務,也很少有機會接觸周竹文化,這是透過原汁中心每年的部落學習活動,回到阿里山尋根,才得以重新認識自己,也帶著同學一起認識周竹。 現在的年輕人是時候應該要回去自己的部落多少了解一下自己的文化這樣,這是我覺得算是自己的責任嘛,因為你就剛好就是出生有這樣的協同,那你,我覺得你有必要回去去了解去認識這樣。 其實我們這個計畫的最終的目的是希望說同學回部落之後,不只是回部落,同時他把他的看見帶回來校園裡面,結合他的傳統把他看見的東西轉化成商品,希望這些商品能夠帶回到部落,能夠帶動整個部落的經濟發展。這是我們未來的目標,也希望能夠這樣永續的發展。 展場上還可以看到建築系的學生,利用古法紡織周竹男子聚會所的模型,還有電機系學生打造的鼻底音樂房,以理工為主的台科大,讓傳統不只是過去,而能結合科技走進現代生活。 原視新聞,台北市採訪報導。